大家好,今天最热的话题还是说俄罗斯自由军攻入俄罗斯境内这件事情 全世界各地的媒体都在讨论这个事情 但是现在没有一个相对大的媒体出来完整的报道这个事情 总的来说消息还是碎片化的 现在传的最多的是俄罗斯那边的媒体说 已经把比亚格罗德给收复了 实际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它并没有收复 然后这个自由军这边通过他们的Telegram频道 他们朝外发声 说他们解除了俄罗斯一个摩托化步兵连的武装 但是只有语音没有图像 他们说晚些时候将会上传视频 那么这两个消息让人听见还相对比较正式一点 一个是俄罗斯里面发布的 一个是这个自由军里面发布的 现在还有媒体传说 这个自由军对外声明 比亚格罗德州已经独立了 当然这个消息我觉得可信度比较低 还有其他的很多消息在这个网络上也比较多 如果大家想听这个及时新闻 你们可以上这个YouTube频道 去看那个英体直播 这两天都在直播这方面的内容 英体就是那个INTY 大家可以去听一下 那么有关俄罗斯自由军攻入俄罗斯境内的话题 我昨天已经做了一期节目了 我说这一支部队进来后 确实能改变这个战场的格局 他不管是战略他还是搞破坏 对不对 现在人们猜想的很多 有的人说呢 他们进来呢就是搞一个突袭 进来六大一圈呢就走了 对不对 这个也有可能性 但是也有可能他过来以后呢 在这个地方站上几个城镇 然后跟俄罗斯在这战斗一段时间 你说这个情况将会怎么样 我觉得这支部队进来以后呀 可以说把俄罗斯的整个这个战略目标呀 就给打扮了 对不对 另外从他们突破俄罗斯边境来看啊 俄罗斯的边防就是非常空虚的 人家可以说随便进出 现在人们谈的这些东西呢 都是基于一种参想 因为不知道这个部队的规模 也不知道他们进来以后 真正的目的 更不知道他们这个补给情况 是怎么样的 对不对 很多人想的 他们进来以后呀 可能补给不充足 就进来六大一圈呀 就走了 对吧 这当然也是一种说法 但是也有可能人家经过周密的计划 这个往哪去到哪落点 武器到哪补给 都是提前计划好的 那么你这样的话 你俄军围追堵截的时候呀 你的成本就非常大了 别人往哪跑 别人是有目的的 别人怎么打 提前是有计划的 你这边是匆忙追击 你说谁有胜算呢 对不对 无论怎么样 这支部队进来在你国际内呀 这样转来转去呀 确实把俄罗斯呀 将会搞得头非常大 那么我呢 从国际媒体啊 就是相对有点影响力的媒体呢 奏集了一些信息 我把它聚合在一起呢 今天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那么今天国际上的媒体呢 对这支入侵的队伍呢 又有了一些新的看法 认为这是由两支队伍组成的 那么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 就来介绍一下这个情况 也来给大家讲一下啊 他们的人员组成成分是哪些 从乌克兰攻入俄罗斯境内的 两支武装都是什么人 这个就是比昨天的消息啊 更近的一步 昨天我们看到的所有信息呢 就是说这是俄罗斯自由军 我们来看啊 现在可以确定呢 攻入这个俄罗斯境内的呢 是自由俄罗斯境团和俄罗斯自愿军 那么这两支部队呢 5月22日在俄乌边境打开了缺口 从乌克兰攻入俄罗斯 比尔格罗德地区 克里姆林宫呢 十分惊惧和尴尬 这两个词用的非常好 他们非常惊惧呀 对不对 人家竟然打到家里头来了 同时也非常尴尬 本来你是就入侵别人的 结果呢 现在人家把这个战场 要打到你家里头来了 确实呀 很打普京的老脸啊 2月23日 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国防部 分别宣称 俄方动用战机和大炮 一举粉碎了侵入俄罗斯领土的破坏组织 但国际媒体报道说 俄罗斯方面的宣告 目前无法从独立渠道获得核实 终于从乌克兰攻入俄罗斯边境地区的 已知由两支号称由俄罗斯人组成的武装 一支叫做俄罗斯志愿军 另一支叫做自由俄罗斯军团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啊 对这两支对抗普京政权的武装力量呢 根据已知的情况 我们来一一简介 第一就是政治头目 俄罗斯志愿军与三月份登台亮相 宣布首次入侵俄罗斯布良斯克边境地区 该组织由戴尼斯·尼丁基 他的本名叫做卡普斯丁领导 此人在俄罗斯极右翼圈子里相当出名 他在乌克兰组织综合格斗比赛 并拥有一个服装品牌 俄罗斯士奇为恐怖分子 而自由俄罗斯军团创建于2022年 其标志是一只紧握的拳头 也被俄罗斯列为恐怖分子组织 该组织政治领导人是前俄罗斯议员 伊利亚·波罗马·密尔夫 他是唯一一位在2014年 投票反对摩斯科通病克里米亚的政治人物 目前在乌克兰定居 乌克兰媒体报道 比尔格罗德入侵事件时 特别突出的报道了一名 换名为凯撒的自由俄罗斯军团代表 法新社曾于去年12月对其访谈 凯撒表示自己是一位二国者 他的军团为推翻普京政权而战 他说自己是来自圣皮特宝的理疗师 但俄罗斯媒体声称 他是俄罗斯极右的民族主义的长期活跃成员 然后我们再看就是他们的使命 两个武装组织表示拥有千名左右战士 宣告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推翻普京 俄罗斯志愿军还表示 他们已在俄罗斯境内进行了多次侦查和破坏活动 该组织一名化名为残富的战士 在3月告诉法新社 他的军团在乌克兰境内时 与乌克兰军队协同作战 在俄罗斯境内时则单独展开行动 在4月份接受俄罗斯独立媒体的采访时 代号红一主教的俄罗斯志愿军代表费拉基米尔表示 他希望在以俄罗斯族为主的领土上 建立一个俄罗斯民族国家 而自由俄罗斯军团自认为是一个抵抗组织 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自由的新俄罗斯 他们的官方网站宣称 该组织正在策划对俄罗斯军事和铁路 基础设施的攻击 凯斯尔在比尔格罗德的袭击发生后 对乌克兰电视台说 他们两个组织的行动规模 将随着时间的退役而增加 那么我们从这一段的报道能看到 这次他们打进去的实际是两个组织 这两个组织的这个政治诉求呀 还是不同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嘛 他们现在的目标呢 就是要推翻普京政权 然后我们再看啊 他们的装备从何而来 两个组织都没有透露 谁向他们提供军备和经费 乌克兰也对他与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 三减七口 经常以这是俄罗斯的内部问题来转化话题 但俄罗斯志愿军首领波诺马六夫 本周告诉英国广播电视台LBC 他说呢 乌克兰人帮助我们训练部队 并为我们提供必要的装备 而自由俄罗斯军团则对媒体表示 他们拥有法国RT-61排气炮 俄罗斯方面也从侧面证明 俄境内遭到火炮和无人机的攻击 俄罗斯志愿军团则公布了 战士们在俄境内驾驶坦克前一的视频 他们说这是从俄罗斯安全部队手中夺回的坦克 那么这个我们不要听他们怎么说 你就可以去想 现在武装一直不对 那可是不容易 这个费用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两个组织 他们背后肯定有人支持 另外从前面那一段的报道 我们能看到 他们本来就是俄罗斯极右翼集团的人 那么这些集团它也是一个政治团体 他们背后呢 肯定也有均主 另外呢 可能再加强这些西方势力的支持 他们现在肯定是钱跟武器装备呢 都不缺 所以他们选择在这个时候攻入俄罗斯 可以说啊 这个计划也是非常周强的 然后我们再看俄方的反应 克林姆林公周一和周二坚称 他们所面对的是乌克兰的战士 而不是俄罗斯叛乱分子 并谴责吉辅策划这次行动 是为了转移人们对乌克兰东部战斗中心 巴赫木特的注意力 俄罗斯声称已与周六征服了该地区 在比尔格罗多袭击事件发生后 俄罗斯准军事集团 瓦格纳集团领导人 普里格金接二连三地批评俄罗斯军队 谴责俄罗斯国家的失败 他指责军队没有治理 没有医治 也没有准备好保卫国家 他批评那些高高在上者 在装傻和抽走前 而不是为了确保国家安全 那么这几段的报道呢 我认为呢比较完整 就是他把入侵俄罗斯的这个武装力量呀 是由这两个组织组成的呢 给大家讲了出来 而且他们的政治诉求呢 也给大家讲了 最后一点很有意思 他专门讲了俄罗斯这个 瓦格纳雇佣军的头目啊 这个普里格金呀 对这个政府非常不满 那么我们再试想一下 普里格金在一定的时候 会不会反额一击呢 这个呀都太有可能性了 在历史上我们看啊 都是抢倒众人推 破骨万人唇 在各个集团 看着普京团伙将要垮台了之后 这个跳船改弦意志的可能性 将会大大的增加 所以我们不要说 这支部队过去没有意义 也许他们提前呀 就跟各个地方的武装势力呀 都有着联系 所以他们才突进去 打出这个旗号 然后各地的武装势力呢 朝着巨龙 这个我觉得啊 都很有可能性 所以这个事情很有意义 我们将会持续关注他 如果有什么新的动向呢 我也会及时给大家来通报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